受到产油国伊拉克境内政治动荡、公油减少,以及沙奥迪阿拉伯表示继续维持油市供需平衡等因素影响,促使本周国际油价震荡上涨。 中油公司依照浮动油价机制计算,宣布从10月30日凌晨0点开始调涨汽油批售价格每公升0.2元,柴油批售价格每公升0.1元。 中油调涨后的参考零售价格分别是,925000汽油每公升25.3元,95500汽油每公升26.8元,98500汽油每公升28.8元,超级柴油每公升23元。 台速石化则是从10月30日凌晨1点起调涨油价,调幅与中油相同。 台速调涨后的参考零售价格分别是,925000汽油每公升25.3元,95500汽油每公升26.7元,98500汽油每公升28.8元,超级柴油每公升22.7元。